我覺得我要不要先把我的政治立場講出來 才可以繼續做這一集 我也不知道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二到周五英文起讀 總之我們要來批評一下柯文哲團隊的英文 所以他們又出了一個包 在上次的那一個 Key Promise 的部分 我已經做過一集了 那我覺得那是英文不好 那下面有很多民眾黨的支持者來跟我吵 不用跟我吵 大家同一隊 我如果沒有意外是會投柯文哲的 再說一次如果沒有意外 我是會投柯文哲的 可是英文有錯 那就是錯一碼歸一碼 我就是要拿出來批對不起 OK我不能硬拗說 這個程度上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 可以說的是對的 NO錯就是錯 OK 那據了解好像他們也下架了 那下架就好乖乖的 OK因為你知道錯了 那就把它下架吧 所以這個vote white錯在哪裡呢 聽起來像是投票票投白人 那甚至vote right也有可能被理解為是 票投右派 那右派就是保守黨 那可是民眾黨又覺得好像比較中間一點點 你就沒有偏左沒有偏右 那你幹嘛要人家投給右派呢 好所以這真的是 要找英文OK的人來幫你proofread一下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vote這個字 詳細來說有些什麼有趣的用法 所以vote就是投票沒有錯 OK那好比說你vote後面可以接的是一個形容詞或者副詞 所以像例如說他總是投給共和黨或者民主黨 so she always votes Republican or Democratic 那OK so if you vote後面加一個 Republican或者 Democratic都可以 那這樣的話就是你的投票的意向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我會覺得他修飾的是投給誰這樣子 那再來vote還可以接介系詞 so the committee voted on the proposal 所以他們對這個proposal來投個票要不要讓他過 那如果大家投票投是不要讓他過的話 你也可以加against so the committee voted against the proposal也是可以的 那甚至你可以說the committee voted for the proposal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against跟for就是投票來反對他 或者投票來支持他 所以如果是vote against就是投反對 vote for就是支持 那vote on就是為他投票 不見得就不知道是要不要支持或反對 OK 所以他說我們下個禮拜決定想要出去玩去海邊或者去山上 那去哪裡不知道 let's vote on it 我們就會說let's vote on it 我們不會說let's vote for it 如果是vote for的話你就是let's vote for海邊 let's vote for山上 那就是支持哪一個 那你如果要決定下禮拜要去哪裡玩 let's vote on it 所以這三個介系詞意思是不同的 OK 好 所以這裡的重點大概是剛剛這裡 vote Republican or vote Democratic 所以從這個文法上來看 如果你說vote white好像其實是沒有錯的 again文法上來說好像是沒有錯的 就是漂頭白色 可是white這個字在現在的這個 我們講比較偏就北美一點 我不敢說歐洲 在北美的這個英語環境裡面 這個white就是被理解為白人 這個已經跟文法無關 這是一個直覺性馬上會聯想到的誤解 那你在想文宣的時候就一定得躲開這個誤解 沒躲開是你的錯 你不能說大家的誤解是錯的 不是 因為大家社會上的氛圍就是這樣 你幹嘛去摸一個 就是他本身就一定敏感的東西呢這樣子 所以你這個white這個字不能拿出來亂用 很遺憾就是不行 那他就會被理解成就是white supremacist 然後就那個白人至上論或什麼這些的 像是他們3K黨員 他們甚至會叫著白色力量 白色力量 如果說今天柯文哲的支持者 在街上喊著white power 哦你完蛋了完蛋了 我跟你講一定會被罵到一個臭頭 或者不能講罵到一個臭頭被笑到一個臭頭 因為沒有人會罵你 你幾個黃皮膚的亞洲人走在凱達格蘭大道 喊著white power 他只會笑你不會罵你啊真的 呵呵呵 有的會覺得 哇靠你delusional 你不是白人你在那邊喊著white power 那但是如果你是白人 你在什麼 呃我也不知道 美國的一些 這 維吉尼亞洲或幹嘛那些的 然後你在那邊喊著white power 哇那那 那你就被直接貼標籤貼成是 這個 那個新納粹啦或者3K黨啦或什麼幹嘛的 那就是你完全不見容於這個左派的社會的這樣是不OK的 好所以我們今天就講這麼多你的vote white跟vote right都是錯的 都是不OK的啦我不敢說錯啦都是不OK的OK 你如果一定要跟我拗文法對不對 我會說OK文法我讓給你沒關係 可是你用這個標語肯定是造成誤會 那造成誤會是你的錯不是大家的錯 OK好 所以這個我們就看著中文報導 所以遭質疑容易被誤解為 票頭白人票頭右派 西方有白人智商主義的意思 所以民眾黨承認錯誤緊急下架了 那非常好 OK good 那這個keep promise我認為也還是錯的 那至於為什麼錯 回去看我的影片 好今天這一片就這樣 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